好 台中捷運持刀商人案 見了我們洪信嫌犯的爸媽 在昨天晚間來到警局 見他一面之後 今天也帶著律師跟他一起應訊 那麼剛剛結束的時候 爸爸媽媽也出面來向商者 還有社會大眾道歉 我們去道歉 我們的誠意再多 我們就算歸下去 小朋友也沒有趕快好 所以我只要借在這裡 跟大家懇求說 希望他們會看到我們的誠意 我們真的是對不起他們 媽媽 您說昨天晚上來看 媽媽有看到孩子 有跟孩子抱了一下 他有跟媽媽當時還有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就是抱在一起而已 沒有跟媽媽道歉 或是說讓媽媽傷心 沒有 因為可能 可能就是兩個 就是無言的這樣子抱著 哭一下這樣子 因為他可能身上也有傷 他也在不舒服 那他的情緒狀況 情緒狀況就是 就是不穩定 對 就是不穩定 因為說真的 他 我 就像你們在問我說 他 我就跟你們講 意思就是說 很多東西就是正常不公開 我沒辦法多說什麼 因為小孩子有什麼事情 不應該是由我這個不負責任 做錯的父親去講 因為在講他還是錯 我就交給警方去認定他 因為他已經20歲了 他要對他的行為負責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小朋友 就是對方的小朋友跟那個年輕人 我要對他們負責 其他的我的小朋友 他說真的 我會協助他 因為畢竟我是他爸爸 你說我不捨得是騙人的 我會努力的去幫助他 但是我現在就前提是 在現在的大庭廣東之下 我要向各位大眾就是說 我這個爸爸我做錯了 我應該要陪伴著我這個小孩 一起努力 或許他會變成這樣 是我沒有交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